來往元朗至上水的一段單車景正式啟用 意味著橫跨屯門至馬鞍山的單車屯馬線都已經全面開通 9月29號開放的新路段 連接元朗南深圍至上水近河上鄉一帶 這段路大約有11公里長 連同之前已經完成的屯門至元朗段 和上水至馬鞍山段 整條屯馬線全長60公里 官方估計市民完成全程一般需要6個小時 政府亦有計劃興建屯門至荃灣的單車徑 喜好的話全程足足有82公里 我們在元朗至上水段開放的第一日馬上去試採 由元朗西鐵站出發 附近有7月開始啟用的元朗市單車匯合中心 有單車租借服務和洗手間 沿著青山公路這段舊有的單車徑一直向前行 沿途有路牌指示上水方向 轉回到紅毛橋跨過錦田河 沿著錦田河的這段新路段 在6月已經率先開放了 旁邊就是南深圍 這段路的風景相當不錯 兩邊都種滿植物 路段亦比較連貫 隔了油尾新村之後的這段路 就是近日最新開放 不過首先要推車對面馬路 不久又要再過對面 這段路一直沿著青山公路去新田古洞 等於沿途經過很多車輛出入口 搞到單車徑變成斷絕和寵 不時要下車 下車 再下車 下到懷疑人生 過馬路轉入新田公路之後 開始出現一些比較長的斜路 對於平時沒有踩開單車的人來說 真的有點吃力 看看 因為不夠力踩 所以搞到連鏡頭都歪歪歪歪 真的不好意思 我放棄了 這裡 我要下車推車 之後的路段大致都平穩暢順 景色亦都比較舒服 附近有新田大敷地和文天祥紀念公園 不過回到青山公路之後 單車徑又開始斷開一折折 一直踩到雙魚河 才扭暗花明又一村 景色一片豁然開朗 時間剛剛好 可以看朗平濕地的日落 然後就到上水了 雖然兩天時情時雨 但是依然有市民專程來試踩新的單車景 很多接駁路口 接駁路口的駁路很高 我剛才也看到有些踩小輪的 上樓的駁路也有危險 所以如果駁路有些位置可以整平一點 踩上來會安全一點 這間就好一點 又想翻譯去尤美新村那間就好 其他就一般的 近著青山公路和馬龍公路那間就很差 有很多路段都不能直通 又要上行人路 這些是不理想的 我可以看見到 你會看見到 我可以看見到 我可以看見到 你會看見到 你會看見到